我们苍老的时候就回到小时候才情美用来尿 上周的腾讯有你音乐榜可以说得上是周深的专场了 周深有四首歌进入前十 排在第一名的还是周深的花开忘忧 新歌综合得分97.81 周深再次打破了他自己创下的有你音乐榜记录 一个人拿下了24次周榜冠军 同时也获得了他自己的首次三连冠 另外周深的美美位列第二 这首歌曲是周深给我们带来的惊喜 在他生日的时候给我们的福利 中国动画百年纪念曲 中国动画已经陪我们走了一百年了 从小柯特找妈妈呀 从很多很多一些水果画呀 或者是大家印象很深的葫芦娃呀 一直陪着我们慢慢长大 可以流水画 真的什么都赶得上 给大山画上水 在水边在树下 画出生动的生物 给蓝天画上雨 给云朵画上雨 在天 天在路上画出生动的生物 一阵 爱与哭 那些情从岁月间 玲珑消灭 一城树 给你一幅时光 远去留下的不苏 给你一幕满身 泥泥 才有的舞 给你一场破剑 花蝶换来的前途 让泥泥 让泥泥 一光 等我们 抄换礼物 没听过的可以去听一听哦 还蛮温暖 听到她的这些歌曲 就能回想起 小时候看过的那些动画片 周深用歌曲 诉说中国动画百年录 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 在这首歌曲的MV中 有你们熟悉的动画形象吗 风筝是风的信 是电影 我们的样子 像极了爱情的原生带 不知道你们听过吗 这首歌曲排在了第七名 还有周深的于晴 排在了第九位 这些成绩都是对她的肯定 都是大家对她歌曲的喜欢 在如今的娱乐圈 太多的油腻 谄媚 卖弄 而这种情况 在周深身上 仿佛一直不曾看到过 她的音乐和她的人一样 干净 灵动 真实 这次的生育直播 就能直接说明这一点 她备受同行 前辈肯定和夸赞 备受各个年龄段的朋友的喜欢 更备受央视 人民日报 新华社等主流媒体 和机构的青睐 这些已经足以说明她的优秀 我不太会唱啊 哦 是的 没听错 唱完这小段 我绝对吓了 顺利起来 人负起来 面朝大海中国春暖花海 一个梦有五千年文明的承载 美丽中国世世代代 我不会唱 我真的不会唱 周深从来不排斥所谓俗气和传统的东西 比如她喜欢戏强 民歌 方言和一些口水歌等 也从来不排斥快笑娱乐里的热歌 电音 rap等 她能把美声融于流行 把音乐剧融于歌声 与交响乐 共呼吸 与合唱团 同频率 她好像可以高雅 倒在云端之上 也可以俗气到在土里打滚 明清我指尖 月下 波浓轻弦 一曲 云长 云一遍 任世纪 断千飞 无处 思维 周深的采访和综艺里不难看出 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都是普通俗人的样子 所以她的音乐也是大众口味的 可俗可雅 但周深好像从未想过自己的音乐是雅还是俗 所想只是能一直唱歌 所以她的音乐从来不是与众不同 独树一致的 或是多么高级复杂的 而是能引起共情 传递情感 爱 力量 和光 给人疗愈 把人走出低谷的 初到八年 从不为人知 到人尽皆知 所幸 她不是资本家 更没有被资本家所左右 而是一直坚持着过好自己的人生 一直保持着最真实的自己 一直有着最接地气的人情味和同理心 更没有也不会让粉丝在假想的荣耀里醉舍孟子 为资本呕心沥血 所以她的粉丝 真正的粉丝 都理智 克制 且对她极好 不起嫌评较周深 拥有所有技巧和能力 却不让人觉得讨厌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就是因为周深的真实 不做作 不油腻 不谄媚 她一直在做最真的自己 不断地学习 靠实力 毅力 耐力 和品行 缔造着传奇 所以无起嫌诀的 她已经是一个艺术家了 而王峰也曾表达过 类似的观点 我庆幸 周深不是流水线 生产出来的歌手 不是人间烟火 资本至上 相反 她有着人世烟火的真实 和人间疾苦的体味 也应该也是大部分音乐人 说周深唱歌自然 质朴的原因所在 因为这就是 她走过的路 比如光亮 比如 This is me 比如 No fear in my heart 最近 娱乐圈 他逢的人太多了 究竟原因 就是不真实 而周深的真实 干净 应该就是 她在娱乐圈 这个大眼纲 长盛不摔的 最大法宝 愿她 永远做最真实的自己 给草木一心灵 给心灵一封骨 一晚风一朝露 亲吻梦中的净土 给飞鸟一故事 给故事一老木 一桩利益孤独 刻画光影的领悟 一成文沧海 一成文艺术 走过遥遥千万里 青涩少年 一成书 给你一步时光 远去留下的不俗 给你一步满身 你名才有的孤 给你一场破线 花铁换来的前途 让妹妹与共 等我们召唤礼物 等我们召唤礼物 给你一步天马 星空画出的日出 给你一步大悲大喜 写下的丰富